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在今年的尾牙会上面公开呼吁民进党政府开启两岸大交流 不应该让支持者活在恐惧中 蔡衍明提到蔡总统曾经说要让对岸认知到要和民进党谈 蔡衍明认为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美国人都来炫耀冻结台独党纲 两岸开始大交流对台湾才是好的 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在尾牙感谢向所有员工表示感谢 她说进入媒体16年 陆瑶芝马力 绝对没有对不起身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我们 我只是认为我是中国人哪里错 我从小接受了教育我就是中国人 我也不知道像蔡总统啊 苏贞昌啊你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 跟我不一样吗 蔡衍明表示这次大选 由民进党赖金德当选总统 他想借着这个场合公开呼吁一件事 就是两岸应该要开始对谈交流 蔡衍明说蔡衍文总统是一个坚持费死的人 代表他有着如同观音菩萨妈祖的心肠 相信在两岸政策上 蔡总统应该也是秉持着一样的信念 我想历史上发生的战争都是不小心不得已 我记得他讲过 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 让民进党能承接承续下去 还有呢 就是要让大陆认同 两岸要对谈 一定要跟民进党谈 因为台湾人可能会比较相信 信任民进党 那我想这个机会应该是已经到了吧 民进党的这些官啊 我想应该也是 也要开始为台湾人民的未来 好好着想的 你没有必要让这么多人支持你 让这些人生活在恐惧中吧 美国一些重要人物来了都劝你 看冻结台务长刚才是怎么样 来两岸来开始有交流 两岸开始大交流 这样我想对两岸呢 才是会最好的 蔡衍明要求望望忠实媒体集团的 每位同仁 本着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的理念经营媒体 我是出身在台湾 我第一桶金也在台湾赚了 台湾的所有人民都是我的一时父母 相对的没有大陆这个伟大的市场 我们望望也没有今天 也都是我的一时父母 也是我们望望人在座的 每个人的一时父母 我想我们有这个责任来促成 来尽量来协助这方面的未来的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念跟使命 蔡衍明其免望望人 一代接一代 有勇气跟霸气传承使命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